H1B期间如果要为两家雇主工作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新的雇主 为这个员工也要做一个H1B的申请 那这个申请其实和一个全新的H1B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呢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告诉移民局 这是一个concurrent的申请 说明雇员已经有H1B了 这是第二个H1B的申请 那这个申请递交以后呢 就可以为这个雇主工作 那批准以后就可以正式的同时为两家雇主工作了